弟兄姐妹 大家好 今天早晨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使徒彼得临别的证言 彼得要过世之前 他知道他离开世界的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他写了他的书信 彼得前书彼得后书 给那个时候的基督徒 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呢 是已经分散在罗马帝国的四个行程之中 这个时间是主前62年到64年 所以彼得在不久他就要训到了 所以他写了彼得前书 彼得后书 我们真正的不知道彼得到底写了多少书信 可是我们感谢主有彼得前书 彼得后书 说在我们的新耶圣经里头 今天这两封宝贵的书信 仍然跟我们在一起来激励我们 来劝勉我们 来提醒我们 来启蒙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 因为这已经是末后的时代了 主就要快快地回来 所以我们的时数已经不多了 保罗写他的书信的时候 那时候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 已经开始遭受到逼迫 这些不信的犹太人 他们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旁门左道 他们是荒谬的 是奇怪的 是一个异端 不是正统的 是跟犹太教的教导 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已经遭受到不信的犹太教的这些人 来逼迫他们 后来这些基督徒也遭受到罗马人的逼迫 罗马人来说 你们这些基督徒根本就是不爱国的 你们根本不把我们的罗马皇帝凯撒当作神来敬拜 所以他们说你们是unpatriotic 你们是treasonous 不爱国 甚至你们是叛国 还有呢 他们认为说 你们这些基督徒都没有伦理道德 怎么可以吃人肉 cannabolistic 就是说你们在守圣山的时候 你们在喝基督的血 你们在吃耶稣基督的肉 这个太可怕了 而且呢 你们很不道德 你们还要说 要彼此亲嘴 彼此拥抱 这个 这个有伤风放 所以基督徒在那个时候 彼得写信的时候 已经遭受到逼迫 可是这些的逼迫呢 还跟这些要来到的 更重 更深 更广泛的那个逼迫呢 比起来 其实是微不足道 不能相比的 那个时候的这个罗马的皇帝尼罗 他把这个罗马城呢 烧掉 因为他要为自己留名 他要建造一个新的这个罗马城 是美如美患 是要为他自己 把他的这个 要留房万事 有人说呢 这个尼罗皇帝呢 他是想要做一个 伟大的这个诗人 他要跟 希腊的这些责任 还有 罗马帝国的这些使家 这些 叙迹家 这些诗人 相比 可是他呢 这个所写出来的这个诗歌呢 都是 就是很 很低级的 所以他要呢 趁着这个 罗马城在被烧的时候 在火光之中呢 他要找到他的灵感 有人是这样说的 结果 罗马人呢 就一起起来 提出抗议 他们要找说 谁是这个 放火来烧 罗马城的这个凶手 结果 这个 尼罗皇帝呢 就把这个罪 加在 这个基督徒的身上 结果开始就是 一波又一波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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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逼迫 把基督徒放在他的 他的 他的 建计场里头 把他的那个 石子动物放出来 撕裂 把他们吞尸 把他们摇死 把人呢 当作这个火去 火去 在冬天的时候呢 就是变成这个火去 就是像蜡烛一样的 这个烧着 有人穿上 那个 那个 动物的那个皮 到处 躲在洞穴里头 到处 非常非常的可怕 非常非常的可怜 所以呢 这个事发生在 主后六十四年 所以当 尼罗皇帝 他上来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 保罗跟彼得 这两位使徒呢 就在 这个主后六十四年以后呢 就相继殉道了 保罗 是被砍头 那彼得呢 是被钉十字架 传统告诉我们说 彼得认为说 他不配得像主耶稣一样的 被挂在十字架 所以他就倒过来钉了 所以这两个使徒 就在这种的逼迫之中 殉道了 彼得知道 他在这个世界上呢 生存的这个时间呢 已经是到了 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 第十四节 圣经告诉我们说 彼得说 因为我知道 我离开这个帐篷 我这个肉身呢 已经这个时候到了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 早就跟我说过了 所以他知道 他要死了 所以他必须要起来 预备这些基督徒 装备他们 鼓励他们 提醒他们 警告他们 激发他们 里面那种信心 那种爱心 那种的忠心 来面对这个 史无前例的好歉 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 第一章第十三节 跟第十五节 那里讲说 他说 我要趁着 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 趁着我还活着的时候 最后的这个十日 我要提醒你们 我要来激发你们 今天神仍然照着 祂的话语 主的这个处境 祂仍然在提醒我们 激发我们 所以彼得说 我要尽心竭力 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 时常纪念 我就要告诉你们的这些事情 所以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在读彼得的书信的时候 我们发现是 他是那么的认真 那么的诚恳 他的话也是 他住他的心中的这个感触 他觉得他还有许多话要说 可是他要非常简单 二要的来说 他是需要很正确的 很精准的来说 而且他要快快的来说 所以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节 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 七节的圣经 从第三节到第九节 非常非常的美妙 非常的重要 这些七节的圣经 是相接的 是连换的 是构成一个有机体 一个organic的entity 所以我们待会要好好地 来默想这七节的圣经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九节 可是首先我必须要再跟你说一下 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分散在 罗马帝国的四个行程的当中 就是罗马帝国所统治的版图里头 所以我们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 这是我们可以读到的 所以这里有五个地方 可是它是四个行程 因为这五个地方 如果你跟它想象说 是一个钟表 是圆圆圈的 那我们顺时间的方向 这个左边的上头 顺时间的方向 就是有本都 叫做Panthus 然后往下 这个时间往下 这个主身往下移的时候 就来到加拉太 Galatia 然后到加伯多加 Capadoshia 然后到底下是亚西亚 然后再上去的时候 要到快顶端的时候 又叫Bithynia 所以这个头一个地方 本都跟Bithynia 是连在一起 等于是一个行程 所以这是五个地方 可是四个行程 这些基督徒呢 彼得知道说 他们就是被分散 被遣散 在这个罗马帝国的四个行程之内 是在黑海的下面 是小亚西亚 Asia Minor的上头 这个四个行程的当中 可是今天我要跟你讲的 就是说 彼得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不知道他们到底 是在这个五色行程的 哪一个地方 可是我们的神 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他也知道 他们每一个人 分散在哪一个地方 因为他们是神 所拣选的 神心爱的 神所保守的 神所带领的 这是头一个 第二个 这些基督徒 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 他们跟神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 非常非常美好的经济 一起一起来读 这些人 这些基督徒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 被拣选 借着圣灵成为圣洁 以至于顺服 耶稣基督又蒙他血 所洒的人 愿恩惠平安多多的 家庭给你们 你在这一节的圣经里头 你就看到三一神 圣父 圣灵 圣主耶稣 圣父 圣主 圣灵 都在这一节的圣经里头 那个时候的基督徒 被遣散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去理会他们的这些基督徒 神知道他们在哪里 神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因为他每一个人的名字 都记载在他的生命册里头 神爱他们 神保守他们 神带领他们 所以神在这个时候 也写话语 来鼓励他们 来激发他们 让他们真的是有忠心有爱心 能够活在神的面前 因为尼罗王要起来 这个是实无前例的这种大逼迫 所以他说 你们这些人是照着父神的先见 你们已经蒙检学 圣灵之中叫你们能够成圣 能够过着圣洁的生活 还有你们这些人 是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洒的 是耶稣基督所救赎来的 这个在旧约里头 有三等人 有三等人能够把 要用献祭的那个血 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 能够洒在他们身上的 头一个会幕 会幕 献祭的时候 用那个血 要洒在会幕 还有里面的家具 这些要分别为圣 因为会幕里头 神是居住在会幕里头的 约会的里头 祂是住在两个基督伯 在施恩座上 因为神要住在百姓的中间 祂说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百姓 我要在两个基督伯的上面 施恩座的上面 两个基督伯的中间 向你们说话 所以这个会幕 还有里面所有的家具 约会什么东西 都要这个献祭的血 要谈 谈在上面 分别为圣 因为神居住在我们的中间 另一的人 祭司要献祭的时候 为自己的最献祭的时候 祂的血要谈在祭司的身上 为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 要服事神的人 我们要亲近神 我们要服事神 我们必须要有圣洁 没有一致的 麻烦病能够治好 乃是因为神的恩典 所以你麻烦病呢 你蒙一致的时候 你那个献祭的血 洒在麻烦病人身上 耶稣基督的宝血 能够把我们洗净 所以你看到我们基督徒 我们都那么珍贵 世人如果不晓得我们 神晓得我们 我们散住在什么地方 神都晓得 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借着圣灵得到成圣 顺服基督耶稣 用蒙祂的血所洒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的生命都没有 我不知道你今天生活是怎么样 你有多少的难处 经过哪一些 你有多少的问题 可是你在神的面前是珍贵的 你是蒙神所拣选的 圣灵住在你的里面 使你成过的圣洁的生活 耶稣基督的血 洒在你的身上 让你得洁净 让你有展身的神 所以这个是在这 然后我们要进来看 这个彼得前书 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这个第三节到第九节 这个七节的圣经 我们是一气赫尘 因为这是前后都连贯的 非常美妙 我们要仔细来思想说 我们活在这个湾区别拟的世代 你看看我们周遭越来越黑暗了 神如何借着他的话语 借着使徒彼得 来安慰我们的心 你看看神是怎么说的 我们今天来读神的话语 我们来听神的话语 第三节 彼得前书 第一章第三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 借着耶稣基督 从死里护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 为你们所预备 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 但如今 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的 仍然能坏的精子 更显得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能够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主耶稣 可是你们却是爱他 如今虽然还没有看见 可是因为相信他 又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并且借着你们的信心的果效 就是你们灵魂的得救 跟中文美妙 没有 在圣经里头你找不到 比这个更美好的秩序 能够来安慰我们 来鼓励我们 没有 没有 而且每一节都连起来的 颂赞 神的大怜悯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带给我们新的生命 使用叫我们重生 而且带给我们那是活泼的盼望 还有我们要为我们 给我们的那个不能朽坏 没有玷污 就是不能衰残 留在天上的那种积月 我们待会要来解释说那个积月到底是什么 还有带给我们救恩 这个救恩不只是我们造体的救恩 还是我们灵魂的救恩 就是我们灵魂体全然地得救死 这个救恩 所以能够带给我们喜乐 即使在试炼 在忧潮的当中 带给我们喜乐 因为我们的试炼 我们的忧愁 神是有那个目的 是要奠进我们 让我们越来越像 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越来越有神的性情 所以就 一本这个试炼 这个受苦受难 也是有祂的目的的 要增加我们的信心 等待耶稣基督的显现 然后能够得到称赞 得到荣耀 得到尊贵 你说有没有比这个更美妙的 所以在希腊文里头 他说希腊文是有 在写这一段话的时候 他是有那个古典的希腊文的 这个风格 非常的美好 所以有人呢 过去有多少的圣经学家 他们不想 这个彼得的前书 特别是这一段圣经 是彼得所写的 他说彼得是一个渔夫 他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博塞大那里 打雨 在那边成长 没有读过书 没有受过训练 他怎么能够写这种美好的希腊文 可是这种的论调 这种的那个实在是 没有办法成立的 怎么呢 因为他有一个同工 很有学问的希腊人 叫做希腊 他这个人有学问 难道他又做他的书记 难道他不能帮他修饰他的希腊文吗 可以的 更像重要的一点 耶稣说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的时候 应得着你 当保罗来写他的书信的时候 这个 我们说圣灵 圣灵可以自自来overshadow 来关照他 感谢主 能够使他写出来那个最美好的 这本圣经是完完全全是 圣灵借着人 所写的 所以圣灵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好好查考 这个圣经 因为这都是 都是没有缺乏 没有 那个一节的圣经是没有办偶的 你要用圣经来解释 圣经 新约解释 旧约 要解释新约这样子的 因为 我的口已经吩咐 我的灵将它们寄取 所以圣灵可以超越这一处 所以你来想象 这是神的灵所写的 再听一次 颂赞归于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父神 祂曾照着自己的大联名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护我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那个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为你们基求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你们必能得着 为你们所预备在末世 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虽然如今在目前 你们在百般的思念之中 你们暂时有愁苦 可是要叫你们信心计算 必试验了之后 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够坏的精子 更显得宝贵 可以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 祂显现的时候 能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你们虽然现在还没有看过祂 可是你们却是爱祂如今 虽然不得看见 却能因信 就有说不出来的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并且能够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 就是你们灵魂的得救 哎呀 没有比这个更美好的 神就用这种话语 借着彼得的口 今天也在对我们说话 今天在鼓励我们 其他这些事情都要过去 你们的苦难 你们的失恋什么东西 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在经过什么 可是这些东西都要过去 神为我们这些爱祂的人 所预备的圣经 眼睛没有看过 我都没有听过 心里也从来没有想过的 神就告诉我们 神既然不需要爱惜祂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连同这万物都白白的来试给我们 所以我们比起将来的福分 为我们所基存的基业 这种荣耀颂赞 这不是世界上所有的 这些困苦来说唯不足道 我没有想过说 神还能够用什么话语来安慰我们 可是这个是从神来的 弟兄姐妹 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 头一个 我们看看这个颂赞 颂赞 这个第一节 第三节 第一章第三节 跟我们讲说 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 耶稣基督的父神 我们说保罗在写这些信的时候 这些基督徒已经在受苦受难了 可是将来更大的困苦更大的难处 他们都还不知道的 这是干嘛 你现在说说你们要喜乐 要送赞 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 在祷告反思谢恩 讲得容易 可是我们现在在经受苦难 我们面临的是更大的苦难 你这是怎么说的 保罗 把使徒 都比得仍然说 你们仍然要敬拜 仍然要赞美 仍然要喜乐 就跟保罗说的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神仍然掌权 Our God is still in control 我们的神仍然是大能的神 Our God in your midst is still mighty 祂是大能的神 洪水受患难的时候 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 直到永永远远 So he is still in control 我曾经提过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两个月前 他去吃饭的时候 觉得这个饭 咽下去的时候 食到不舒服 所以就是到医师那里去检查 结果他跑到 这个 City of Hope 的那个很有名的 这个Cancer 这个Hospital 结果检查出来说 他有这个 严重的 这个食道癌 这个Cancer after esophagus 而且他说这个是aggressive的 不能开刀 哎呀那怎么办 所以只能做化疗 还有这个电疗 还有叫做这种 immunotherapy 所以就是做种种的这个化疗 而且每次做化疗的之前 还要提前一天 去再去看他 他身体的状况 因为怕给你做化疗 做电疗的 特别是化电疗的时候 怕你的心脏受不了 因为这个朋友年纪 跟我也差不多了 生意做得好大好大好大 我不知道今天神 要跟我们说什么东西 这个朋友生意做得好大的 南洋有他的工厂 台湾有他的工厂 美国这里有他的工厂 他赚了好多好多好多的钱 可是现在怎么办 他这个有悲哀 根本就没有 所以他就找到我来了 我说弟兄 你找对人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说你怎么样 你现在你的生意 你要交给谁 交给谁 这个东西我也不懂 我也不管你 I don't care about你的business I care about 就是说你的灵命 你这条命 你如果 你正最悔改 神是有能力可以 可以医治你的 可是 依你不依你 那是神 那是神在决定 不是在你我来决定 可是你现在要 首先跟神和好 所以这个已经差不多两个月了 我天天 我读经祷告的时候 或者有感动 有什么经节的时候 我去送经节 送经给他 我今天还没有送经节给他 然后他每次都有 有text回来 说你怎么知道 我需要这些经节 是啊 我说我当然知道 因为圣经里面有说 就是说 我就是耶和法拉法 我是医治你们的神 所以我就是把这些经节 那我今天 我今天知道 我今天还没有text给他 我知道我要text给他 所以 神怎么安慰呢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 说 神是信实的 他必不叫你们受试探的时候 过于你们所能够忍受的 你们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是要给你们开一条路 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 彼得写信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在受苦受难 可是将来的又更大的苦难 要来临 可是这里是神自己说的话语 我是信实的 我必不叫你受试探的时候 过于你所能够忍受的 总是要在你受试探的时候 给你开一条出路 叫你能够忍受得住 所以你现在就是要认罪悔改 跟神和好 跟人和好 把自己交托给神 他要医治你 他就医治你 他如果没有医治你的时候 就是你就到他那里去了 这最后这条的出路 不是人所看的一条出路 可是不是最后的出路吗 到神那里去好的无比 对不对 至少你不需要往下面去 你是往上面去的 还有一节的圣经我知道 我给他的 也是神用来安慰那时候的基督徒的 现在的基督徒的 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就是按他的主意被招的人 你怎么知道说 我是按神的主意被招的呢 如果你不是按神主意被招的话 你今天不会在这里 你为什么不去吃喝玩乐 去看球赛 去参加party 你今天干嘛跑来这里 在听我在这里讲道 所以你是按他主意 然后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所以你要得到益处 神的好处 你要怎么办 你就要爱神嘛 对不对 他说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你爱神你就得到益处吗 是吗 所以我就知道 我今天有两个经济 我可以给他了 然后我再继续要看说 神的大怜悯 神的大怜悯 这个怜悯是什么呢 mercy 是我们所不配的 我们所不应得的 我们不值得拿到的 这些 就是undeserved unmerited unwarranted favor from God 从神来的恩典 这个就是mercy 我们不值得 我们不配得得到神的这种恩典 这种God的这个favor 为什么呢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能够配得的是神的愤怒 神的惩罚 可是你看 一佛手术第二章 怎么跟我们说 你们从前 的确是死在你们的罪恶之中 可是神叫你们活过来 怎么叫你们活过来呢 因为神有丰盛的怜悯 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mercy 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一同同死里复活 不但如此 他还叫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 坐在天上 我们在主里头 主在父里头 那我们也在父里头了 所以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而且一同坐在天上 有两节的圣经是中牧师很熟悉的 中牧师都祷告的时候 常常听到他祷告这两节的圣经 在耶利里面的哀歌第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 我们不至于消灭 没有别的原因 是出于耶和华 我们的神 主帮着慈爱 是祂的爱 还有是祂的怜悯 是祂的love and祂的mercy 叫我们不至于断绝 你看每早晨都是新的 神的信实极其的广大 所以这里就跟我们讲到三件事情 神是慈爱的 神是怜悯的 神是诚实的 不是我们有什么好 是为了祂自己的荣耀 因着祂自己的慈爱 祂的怜悯 祂的诚实 每早晨都是新的 祂说我也不会离弃你 祂说我也不会离弃你 I will never forsake you 我不会deserve you 像一个孤儿这样子 把你丢下来 然后呢 这个神的灵敏呢 带给我们三样东西 所以我们说这些都是连起来的 所以第三节那里讲 讲说 复活 重生 盼望 神使祂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所以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与祂同死 所以我们的罪 就跟祂同死了 所以当祂复活的时候呢 我们跟祂一同复活 所以我们跟祂一同复活呢 我们得到崭新 崭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 彼得后书的第三章13节说 这个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死 埋上护活 使我们重生 带给我们崭新的生命 给我们带进来 一个是活泼的生命 所以保罗在 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那里 第五章第几节那里 跟我们讲 讲说 盼望不是使我们羞愧 因为神的圣灵 将神的爱来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彼得后书第三章13节说 照着神的应许 我们的盼望的呢 不是现今的城市 是将来的是那个永恒的 新天新地 有义居住在其中 那个是义者 是谁 是耶稣基督 我们去的地方 有耶稣基督在那里 然后再接下来呢 彼得没有停留在这里 彼得还有话要说 他说呢 你们得到这个活泼的盼望 不只是这样子 你们还可以得到那个 为你们所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这个inheritance 这个基业 这个财产呢 是不能朽坏的 不能玷污的 不能衰残的 永远不会去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为你们基存在天上 就像诗篇十六篇所说的 我为你所预备的 我要给你的 我已经为你持守 我用绳子来量 你要去得着的那个 inheritance 我用绳子来量你的地界 那是坐落在一个非常加美的地方 哎呀 在信心的里头 我们看到神是为我们所预备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看啊 我的产业何其美好 诗篇第十六篇 所以为我们基存 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为你们基存在天上的这个基业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九节说 你们不要为自己基存财宝在地上 因为地上有虫子摇 能够坏 还有贼挖窟窿来偷你们的财物 在第二十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节那里讲说 这个可是在天上的 你的财富如果基存在天上的时候呢 那个地方没有虫子来摇 也不会朽坏 还没有贼来挖窟窿来偷 所以到底这个基业是什么呢 这个基业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九节 跟我们讲说 这个基业是在神为我们预备 在耶稣基督底头那种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 为我们所预备的这种丰富 这种的好处 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 而且保证的 为你们所存留的 保证你一定会得到的 哇 这个太好了 接下来他也讲到救恩 第五节讲到救恩 是我们肉体的救恩 第九节也讲到救恩 是我们灵魂的得救 所以我们人就是有三个部分 所以耶稣基督他要救我们 是救我们的灵也救我们的魂 也救我们的身体 是每一个部分都救的 所以呢 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灵已经得救 我们的魂正在得救 因为我们的魂 我们的七情六义 动不动就要发脾气 动不动我们就要撒个黄 所以我们的魂呢 我们还在被更新 所以圣灵还在带领我们 做成圣的道路 可是我们的身体呢 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要更新变化 我们要向他 耶和安的书信说 我们要看到他 我们也要向他 因为我们的身体要更新变化 我们要向主有那个复佛的身体 所以呢 他就讲这个救恩呢 是灵魂体的 所以我们有三个部分 我们是有灵 我们有魂 我们有体 我们的灵魂信主了之后 我们已经得救我们的魂 现在一直在被更新 在蒙拯救 我们的体将来 主耶稣来的时候 我们也要蒙拯救 所以是 我们的福恩 就是已经完成事 已经蒙拯救了 我们的福恩 现在是进行事 正在被更新 被变化 Transformation Renewal 可是我们的体 也要有一天 Will be saved Will be redeemed 所以这些有讲到 神表证是说 我救你们呢 是灵魂体 全人全部都救的 所以这样说来 你们是应该有喜乐的 为什么呢 他说你们呢 如今在百般的试炼 暂时的忧愁 是还是应该有大的喜乐 为什么呢 虽然你有各种的试炼 虽然有暂时的忧愁 可是这些都会过去的 比起将来永永远远 永恒里头 所要给你们的基业 所要给你们 所有一切的身心灵 都得救这些呢 你现在目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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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忧愁 比起来是 微不足道的 所以你们应该有大喜乐 这是神自己在安慰我们 这不是人的话 这是神话 所以我们看看 试炼 忧愁 是有目的的 是有好处的 It's purposeful 有神的目的 It's beneficial 对我们有好处 因为他这里说 这个喜乐是说 当耶稣基督再来显现的时候 我们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面对面的时候 他给我们的称赞 他给我们的荣耀 他给我们的珍贵 这里说 这里 这里在第七节 彼得跟我们说 叫你们的信心 既然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炼 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得宝贵 这个金子 这个沙迪贵 这个24K的金子 是不会朽坏的 你知道吗 而且我们说 真金不怕火 对不对 可是他说 我们这个信心 神让我们过失恋 过苦难 他是有他的目的 是有好处的 因为我们信心 受过失恋之后 比那个经过火 失恋的这个金子 更来得宝贵 什么宝贵法呢 当耶稣基督 在向里面显现的时候 我们来看到 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 为我们流血舍命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 这位耶稣 我们跟他见面的时候呢 我们有得到他的称赞 我们得到荣耀 我们得到尊贵 是当我们的美好 这个称赞是荣耀的 这个称赞是尊贵的 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说 当我们的牧长 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当我们的牧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着那永远不衰残的 荣耀的冠冕 阿们 所以弟兄 我最后我有一个结论 我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神摆在我们的心里 摆在我们的心里 这个COVID-19这两年来 让我们着急 让我们忧心 让我们挂虑 让我们非常的不安 这个COVID-19 可是这个COVID-19不是最重要 最可怕的一个问题 其实神要我们现在最注目 最关心 把我们时间 金钱 我们的所有的精力 就放在了 其实只有两个方面 还不是这个COVID 这个疫病 这个两个方面 神要我们做的 就是对内 我们对内在教会里头 我们要安慰 我们要鼓励 我们要建造 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信心 爱心忠心 这是我们对内的建造 神要我们的 我们去安慰 我们去鼓励 对外呢 是要我们 好好地去传福音 让主耶稣 能够快快地回来 因为这个世界 已经到一个地步了 你知道吗 你一个小小的孩子 你要去变性 你不喜欢做男孩子 你不喜欢做男孩子 你孩子 你不需要去 你要去变性 学校会也会赞助你 国家会赞助你 这个医院也会赞助你 你甚至不需要 去跟你的父母戳伤 我们的世界 怎么变成这样子呢 在乔治亚州 有那个小学生 回去跟他的父母讲 讲说 我们今天 我们老师在教我们 他说 到时候我们 如果没有饭吃 那种饥荒的时候 我们怎样 这个小孩子 怎么样来吃 自己的小孩子 我的天啊 我都要昏倒了 你知道吗 我们整个教育系统 我们整个 整个 整个 整个伦理道德 我们整个 你这个在教小孩子 干嘛呢 所以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就是要主耶稣 快快地回来 对内 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要建立弟兄姐妹的 信心爱心中心 可是对外 我们要广传福音 我心情我听到 那个万军他们所做的 这些见证神 怎么样带领他们 他们怎么样的摆上 哎呀 我心里实在是 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也非常非常的惭愧 所以 我这次是我的心里话 弟兄姐妹 我要跟你讲 你中不中疫苗 不中疫苗 其实这个不是 最大的这个问题 你已经中疫苗了 我祝福你 你不中疫苗 我也祝福你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要来到神的面前 你再要跟神 有好好的祷告 很好的教育 如果你心里平安 你就去中疫苗 你心里不平安 你就不要去中疫苗 你不要为这 因为我最怕的时候 因为大家意见不同的时候 夫妻之间不合 跟孩子之间不合 跟父母之间不合 亲戚朋友中间不合 跟你兄弟姐妹不合 很多的不合 导致有一些的教会 开始有分裂的现象 或者已经分裂了 我不要看见 因为我们为了这些事情的争论 你不想 我没有办法 坎兵死你 你也没有办法 来说服我 我们这样子的话 导致分裂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在神的面前 在人的面前 我们失去我们的见证 我们是需要彼此的相爱 我们要在灵里头有合一 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们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自己不只是顾自己的事情 我们要顾别人的事情 让神得到最大的荣耀 这是神的心意 我星期五去到欧满 到UC去接我的医院回家 他在我们在开车一个钟头 在车上 他跟我们就讨论神学的问题 他说 他如果两个礼拜回来一次 他没有回来的时候 他星期天 他就到那边的华等教会去做礼拜 所以他现在对他 他就跟他们一些 就是跟在他们一边的基督徒 他们的UC的学生 他们在辩论 预定论 大学生 他们现在长大 大学生 那辩论预定论 他说 神为什么要 让他所拣选的人得到永生 然后不把 他没有拣选上的这些人 下到地下去 我说 你讨论这个预定论 几百年 没有定论 很多有名的学者 有名的神学家 有的赞成 这个预定论的讲法 有的不赞成的预定论的讲法 他说 他说爸爸 你对预定论的看法 什么样的 我说 你是在跟我考试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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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好讲 我说 首先 你这个问题 就是问错了 神 拣选一些人 他在 他的 神是慈爱的神 他在他的爱中 他要拣选一些人 他要恩待他们 给他们 让这些人能够 能够认识 他能够跟随他 给这些人永生 这是他的特权 因为他要恩待谁 他就恩待谁 他要怜悯谁 他的怜悯谁 可是我说 孩子 神并没有 他说没有神 没有拣选上的 他说把他 送到地下里面去 没有这个道理 他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 独生爱子 赐给世人 叫一切信杀的人 不自灭亡 为什么叫一切 一切的人 就是所有 他所创造的 过去 现在将来的人 对不对 神也要这些人 都来相信 神所给我们的礼物 在他儿子心上 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让我们不自灭亡 的永生 这不是神的心意吗 他不愿意一人沉沦 他要万人得救 悔改认罪 来得到永生 对不对 摩西也是这样讲 耶稣也就是这样讲 我今天把生与死的 这些道理都摆在你们的面前 所以我劝你们 来选择生命 活下去 永永远远 活在神的面前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你这个 你这个说 你给我的这个问题 根本就是不是正确的问题 It's not the right question 神有主权 因为祂的爱 祂可以选一些人 恩待他们 给他们带领他们 爱护他们 供应他们一些的需要 最后还是神的儿子 带领神的儿女 尽日永生 可是没有这些 没有拣选上的人 神还是公义的 神还是证实的 还是有福音传给他们 他们从神的创造的奥秘 可以来认识成 他们从人体的这个奇妙 可以认识成 他们从神的话语 能够知道福音 所以神还是公义的 神让人有自由意志 有free will 神一旦给我们自由意志 祂不会来violet 祂不会来消灭我们的自由意志 来取去我们的自由意志 没有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 祂给成人格 难道主耶稣不知道 犹大最后还是会卖他的吗 当然知道 可是主耶稣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 给犹大 卖他的犹大机会呢 人家说 主我到底谁要卖你 他说 我把这个面包 交在这个橄榄油里面 交给谁 哪一个人就是要卖给我那个人 结果主耶稣把他那个面包 交在油里面 他交给谁 交给油打 对不对 最后还是给他 给他机会 所以神不会把他的那个 这只是我对他的回答 这个已经几百年了 没有什么一个定论 可是今天在我的身上 神给我最大的负担 就是说最重要的 还是我们要来彼此相爱 我们彼此有合一 我们在神的面前 在人的面前 我们美好的见证 不要去 因为这些呢 这些意见都不懂什么东西的话 没有办法 让我们得到 身体 身外身体 我们都没有得到益处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做道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彼得的连别 正言 主啊 也是你借着他 所要给我们的 主耶稣你说你的话语就是灵 你的作业也是生命 彼得在彼得的书信那里也说 这个神的话语呢 是有生命的 是不坏的种子 是会 是会扎根 是会花芽 是会开花 是要结果的 主啊 借着你今天早上的话语 主啊 你来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结束的是那个美好的果子 主啊 我们爱你 帮助我们爱你的教会 帮助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 让彼此相爱 彼此劝戒 彼此饶恕 能够 每个人不但来顾自己的事 要顾别人的事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所作所为 只是要让你的名得到高举 让你得到满足 让你得到荣耀 感谢赞美主 我们这样祷告 祈求 奉开我主 耶稣基督的名 Amen